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 因此我们撑死了和解 终于遥漢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我们拒绝遣子民 请你们记住 中国人永远不会放弃 在今天书记那二年 也几度不明的一年 说光影上的强权更像是一级戏言 因为迎来的光明可真相那么绝情 原来那约定等于灵石他们说的公平 不过是强者分了脏载各自慢载回乡 那几只手掩住了弓不过是欲盖弥障 而那根屈辱的针被扎得如此之声 可那时不是黄昏而是特效时分 那万来人的抗争是那么肢体有伤 但今日上还有风呼啸只一路向东 有少年一夜白了头才问不得那乡愁 那最清澈的眼眸惊透着一丝恳求 为何我们没改却像是新有国债 为何那车马以快而这条链子还在 有人在怒指上苍也难验心中之伤 也有人在寻那从光在寻那一纸凉 方便伸索在了高墙却不曾半点彷徨 那死单怕了胸膛让我们有了几两 由诸位先生所领才有了那次觉醒 这多年后的山顶寺还有那些身影 他们与那些学子写下了这篇历史 竟那么不畏生死当住了那次国旨 和我们一样的新年改化的那片流年 我没有何必多言 唯有那一路向前 白雪当年逆风行获来的那些公平 自由的外史流 方明飘在这与国天行 这雄师毅然崛起 已不必放下池笔 而这些年的壮举属由你们而开启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传了华夏之魂 压爱的那么深沉 乃千百年的老狠 是因那热血还烫 也因为种种难忘 更因为那些榜样还需要我们传着 用零八年的奥运 让这个世界坚信 就算一有人白了定 但仍会有人前进 我们一载人飞了天站 载了世界影间 然后又走到月边 带回了玉璃晨烟 那还有一座天眼 在看着繁星点点 天路已通得很远 还变得那么明显 有那么一座大桥 宛若那天路一条 也有那骄龙在朝 被传了一段歌谣 我们已在舞台上有无数次的亮相 定格的每个相况 都那么不为不亢 我们共同的信仰是那么势不可挡 我们也可以大声讲 中国人的立场 有幸辜负当年志 已然是一盏雄斥 也当是金鸡昨日 那先烈所为之时 已是云霄雾散 升了星光之灿 诸君且看 尚有雄心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